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大人悄悄地又帮金夏摆枪改得更顺手了一些 这应该就是最初的情形相惜吧 在遇到大人之后 金夏有了依靠 凡是有大人可以商量 大人也可以配合她更快的办案 金夏终于不再是孤军奋战的女战士 尤其是与大人配合上默契十足 大人一个眼神她就知道她的意图 真的是最佳拍档 那句著名的天塌下来有大人扛着 然而大人的回复是什么 是不是原不快认为和我一起办公 你就可以偷懒了 啊 如此耿直 你是怎么想的大人 恋爱之前痛恨身穿飞于服的锦衣卫 一是羡慕他们有强横行 或是他们太过冷漠 不讲人情 但她不畏强权 敢与锦衣卫争案子讨公道 为了自己的目的 她和锦衣卫撒娇耍赖 甚至还敢算计路易 实在是太大档了 肖香阁里打扮得那么好看 气氛那么适合谈恋爱 然而金夏确实给大人撒了迷药 抱着她的腰也只是为了偷东西 哎 多好的机会 太浪费了 估计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后来金夏一有机会 就要占大人一点便宜 比如那次闯进大人的房间 看到大人正在更衣 他竟然下意识地吞口水 明场面呢 恋爱之后锦衣卫依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要处了路易 哎 恋爱之后的惊吓 眼里心里口里就只剩下两字 大人 可以为大人去养毒 可以为大人不顾安危 跳紧救人 大人中毒后遇到窝寇头子 他依然胆在大人身前 他爱惨了路易 后来他知道路易不要他了 知道路家是夏琳的灭门仇家 知道路婷害死夏琳两家近200人 他依然不舍得玲玲伤害她 抓着刀跪下求玲玲放走路易 为了让路易不再来家里找她 为了不让玲玲再有机会看到她 伤害她 她把她心爱的手绳还给了她 但她却舍不得把自己的心 从她那里要回来 当她得知路易下了狱 各种想办法去看她 花光了自己的嫁妆 还有袁大娘的棺材本 为了让她能活下去 在狱里能吃好 她想尽办法去贿赂锦衣卫 极尽讨好之事 得知路易出狱后 她那么爱才的一个人 那么点俸禄 她说那以后我养大人吧 这样一个可言可甜的惊吓 怎么能不爱 怎么能不喜欢